在家里怎么养好发财树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发财树应该怎么养 发财树的名字就非常的吉利 很多人都喜欢养上一盆 尤其是一些开店的花友 在店面里面经常会摆发财树 甚至养很多盆 但他们养护之后就发现 这个植物很难养 不论你怎么养 养着养着就出现黄叶、黑叶、落叶 越养叶片越稀疏 最后不到一年就把发财树给养死了 真的非常的可惜 那出现这些养护问题的原因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发财树的习性所导致的 因此在这一堂课程当中 一木将详细的解答关于发财树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接下来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大眼前摆的就是一盆发财树的盆栽 那今天我就以这一盆盆栽为例 来教大家发财树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我们首先讲发财树的第一个习性 就是发财树它是洗羊的植物 还是洗阴的植物呢 很多新手花友在养发财树的时候 它都容易踩坑 以为发财树它洗阴 很喜欢把发财树长期养到室内 我告诉大家这是严重的错误的 因为发财树并不是一种洗阴植物 它是洗羊的 如果你长期在室内盆栽 你会发现你的发财树生长的速度会非常的缓慢 而且它的叶片容易大量的变黄变透明 第三点 最终结果就是会大量的叶片脱落 越养越稀疏 就是它叶子不是越养越多 而是越养越少 最终就成了光感四令 就死苗了 这几乎是所有发财树在室内养的一个定局 它是养不好的 因为这个植物就是洗羊花 你只有在阳光下养 接受充足的日照 它的生长速度才快 长得才好 叶片才翠绿油亮有光泽 明白吗 而且会长得很茂盛 相反在室内就完全不行 所以它的习性其实就是洗羊的 不洗阴 所以大家再养发财树的时候 能养到户外 尽量丢到屋外面去晒 如果家里没有这个条件 不能在外面养 一定要在室内养的话 也一定要让你的发财树靠着窗户养 懂吗 离窗户越近越好 尽量的多晒太阳 这样你的发财树才能够长期健康 如果您是靠窗养的 我建议您呢 每隔半个月把你的发财树做一个180度的旋转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窗户只有一面晒得到 你晒半个月之后 把另一面一转也让它能晒得到 然后呢 半个月转一次 这样你的发财树正面反面就都晒得到太阳 它就会长得更加的均衡 好的 我们接着来讲发财树第二个习性 就是它的浇水技巧 讲浇水技巧之前啊 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下发财树根系的特点 这对它后续的养护技巧的理解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发财树它的根是怎样的呢 我教下来讲哈 发财树啊是一种抢根系植物 什么叫抢根呢 就是不论是多大的发财树的苗啊 它的根一般呢只能长到花盆的一半 它是须根很薄弱长不深 所以叫抢根 我拿个图片给大家看看就懂了 大家看看 我手里拿的就是啊 一个发财树的图片 你看这三棵都是这么大的发财树 但它的根你看 只有这么一点 懂我意思吧 它的根就只有这么多 这都是虚根 所以你想想 如果说你浇水浇太多 它的根呢 只能长到花盆一半的位置 底部的水它都吸收不到 那么就会造成花盆内出现蒙根浪根的问题 所以发财树是绝对不能浇水太多的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此外大家还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啊 不论是多大的发财树 它往往都会配一个很小的盆来种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商家怕积水浪根 他自己也掌握不好浇水量 所以他干脆用一个很小的盆去种发财树 这样哪怕浇多了 盆内的水啊也积累不了太多 就不容易浪根 这是跟发财树根系的特点 直接相关的 懂了吗 所以我们以后给发财树浇水 叫做宁少物多 情愿少你也不要多 那具体怎么浇呢 我浇一下大家哈 那具体给发财树浇水前啊 我们最好要用手啊 提前去摸一下它的土壤 摸摸土壤 如果土壤是非常潮湿的感觉 是湿漉漉的感觉 就千万不要浇水 因为它有水 你还大量浇水 是很容易浪根的 懂吧 那什么时候要浇水呢 当我们用手摸到土壤 发现土壤是非常干燥的情况 这种情况啊 你就可以放心浇水了 采用这种方法浇 你每次浇水前你都摸了土 确保缺水你才浇水 这就符合发财树的习性 它就不会出现积水浪根的问题 好的我们接着来说一下发财树对土壤的要求和换盆的技巧 那我们家庭里养发财树啊 其实啊 它严格意义上来说什么土都能种呢 你路边挖的田园土 泥巴土也能种 家庭里高端的营养土 它也能种 懂吗 但是啊 我建议大家 如果您是在家庭里自己盆栽 能用营养土种啊 尽量用营养土种 因为营养土啊 它是人工配置的土壤 通过泥碳 珍珠盐 椰康 制食 有机肥 混合配比要成 这样的土壤啊 比起你路边挖的泥巴土 更加的疏松透气和肥沃 关键的是啊 它是除菌除虫又轻便的 不容易产生板结 变硬和不透水的问题 所以家庭养户 用营养土种 你的管理难度会大大的减小 你就特别好养了 所以啊 能用营养土种 尽量挑营养土 您在选购发财术的时候 也尽量挑选用营养土种的发财术 懂吗 这很重要 好 说完这个土壤的土质 我们再来讲一下土壤的酸碱度的问题 那发财术是洗酸的植物 还是洗碱的植物呢 我告诉大家 它是洗酸的植物 所以我们在家庭盆栽呢 你一定要注意它的土壤啊 不能够过碱 如果土壤的碱性太强啊 很容易造成大量的黄液 所以我们在家庭里养发财术 需要定期给土壤调酸 让它的土壤常年保持酸性 这样它叶片会更加的翠绿 那怎么调酸呢 教大家一个技巧 我们在家里啊 准备一些硫酸亚铁就可以了 就是它 这种肥料是一种土壤调节剂 它可以把土壤从碱性土 转变成为酸性土 用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把硫酸亚铁对水稀释1000倍 就是一克的硫酸亚铁 对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每隔一个月 给你的发财术浇灌一次就足够了 只要一个月一次 这样你的土壤就可以常年保持微酸性 就符合发财术的生长习性了 很简单 好说完土壤 再来讲一下换盆 那我们家庭里养发财术需要换盆吗 如果您的发财术 是大型摆的落地摆的那个大盆栽 就不需要换盆了 因为花盆已经足够大了 懂吗 因为你越换盆换得越大 这个盆越大土越多 越容易浪根 原因我刚才已经讲了 它是抢根系植物 所以发财术换盆的问题呢 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发财术对透气性的要求 那发财术这个植物啊 它整体对透气性要求都不算高 所以啊 你哪怕养到封闭的阳台 或者在室内养 你只要能保证光照充足一点 哪怕通风性很差 发财术这种植物都是可以养的 这一点是非常友好的 但大家注意一点就行了 就是啊 如果你的环境通风性实在太差了 那么每次给发财术浇完水之后啊 最好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以上 这样它花盆内的积水啊 它蒸发的才快 不容易出现浪根的问题 尤其是在炎热的夏季啊 每次浇完水一定要多通风 避免夏季呢 花盆内出现高温高湿同时存在 进而啊 引起蒙根和浪根的现象了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发财术施肥的习性 那发财术这种植物在家庭盆栽 很多人是常年不施肥的 其实这是错误的啊 因为花盆内的营养啊 它只能供给植物两三个月的生长 这是它的原始土壤的养分 三个月过后土壤内就没有营养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施肥给它补充营养 它才长得好 那怎么施肥呢 我建议大家使用有机肥 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种羊粪肥 它就是有机肥 那为什么建议用它呢 因为这种有机肥它既能养花又能养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它能给植物的叶片啊 花朵啊提供营养 同时它还可以给土壤提供营养 这就是有机肥 它不伤土的 所以这种肥料你给发财术施肥啊 它不仅啊 给土壤内提供了养分 促进发财术的生长 还给土壤内提供大量的有机质 改善土壤的团力结构 让土壤更加的疏松透气肥沃 预防和改善土壤板结变硬的问题 所以它特别好 那怎么用呢 很简单 我们每隔20天到30天取适当的这个羊粪呢 埋到它花盆边缘的土壤里就可以了 适当的埋一点 20天到30天埋一次就足够了 好的我们最后来说一下发财术的过冬的习性啊 那我们要了解啊 发财术呢 它是一种热带的植物啊 整体上是很怕冷的 环境低于10度的时候就容易大面积冻伤 长期低于5度啊 很容易冻死它 所以啊 冬天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温啊 室内过冬至少10度以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你养发财术的时候啊 一定要注意冬天给它加湿 它很怕干燥 尤其北方花有家里有暖气更干燥 所以我们在家里啊 需要准备一个喷水壶 然后呢 冬天的时候啊 每天早晚给它的叶片像这样喷雾加湿 这样可以大大增强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液啊 干肩啊 卷边之类问题的发生 喷洒的时候注意啊 叶片正面反面都要喷 一天啊至少喷两次 早晨起床一次 傍晚太阳落山再喷一次 那冬天第三个技巧就是需要减少它的浇水量 因为冬天气温太低啊 它的代谢缓慢 蓄水量会减少 这个时候你还大量的浇水 很容易造成它的根系啊 冻伤和腐烂 所以冬天呢 我们一般等盆土干透 少量的不点水就可以了 不要在冬天浇水太多 好的以上就是关于发财术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再见啦